在玄幻小说当中,总有那么一两个让人感觉美艳不可芳物的女生,如果没有她们的存在,估计也没有多少人有耐心地一直看着主角升级打怪吧? 今天咱们就来盘点一下《玄幻流》小说当中的十大美女排行榜。 第十名,夏清月,颜值88分。 夏清月是逆天邪神中云彻第一个曲的老婆,在小说第一章中是这样描写的,夏清月有着天姿国色,是一个拥有着清澄之姿的阔水红颜。 再加上她有一颗冰雪琉璃心,有一种独特的气质,轻轻松松地就能够碾压萧薛尔。 第九名,莫钦成,颜值89分。 莫钦成是太古神王中颜值最高的女生,在小说的第29章中这样写道,身穿白衣的少女如同金灵般美丽,宛如不食人间烟火般的仙子一样,才16岁的她已经是楚国第一美女了。 第八名,扇清罗,颜值90分。 扇清罗是《五恋巅峰》中杨开唯一无法拒绝的美女,在小说第1459章这样写着。 杨开可以抵挡所有女子的诱惑,但是呢扇清罗妖娆的不像话,就算她不施展魅术,杨开都要沦陷了。 第七名,莫灵溪,颜值91分。 莫灵溪是万古神帝昆仑界的第一美人,小说中这样描述她, 绘制蓝星的气质,美貌不输天庭中,九仙美人图上的几位仙子,而且呢她是天生的冰黄骨身体,举手投足之间都带着一些冷艳高贵。 第六名,美杜莎,颜值92分。 美杜莎女王是豆魄苍群中的第一美女,在小说第207章中这样写道, 这突然出现的美丽女子,有着丰满玲珑的胶躯,就像是成熟的蜜桃一样,散发着抚媚。 首尾微微摆动,就让人感觉到一股充满野性的妖娆诱惑。 由于时间关系,剩下的五位美女将在下个视频出现, 小伙伴们认为谁才是选幻小说中最美的女子呢?